挖掘新聞人物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維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還有第一次來的新朋友 她是藝人金子嫣 大家好 好 歡迎 還有這一個也是媒體人Yuki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還有泌尿科醫師 呂錦亨 呂醫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我是呂醫師 好 那麼這個歡迎四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愛情八點檔 因為這個有時候夫妻或者是婚姻 真的很序劇化 還很刺激 那我們要先看一個新聞 它是發生在桃園的龍潭 在六月十六號 早上有一位男生 他開著怪手 扎毀在民宅前面的一輛 白色的轎車 那大家都聽說這一定是車去打到 人家很不舒服 都不開走 可是後來才知道說原來 他扎毀的是自己的車啊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問喔 為什麼自己的車要把它扎毀呢 不過這段影片有被錄下來 我們來看微笑 這太厲害了 對啊 你看 大聲 過壞 那個車這樣子被弄 對 動 它是在對面拍都還聽得到聲音喔 對 完 完全把它弄到 你看後面有人在勸他 不要這樣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到底發生什麼 這應該是很大的玩笑吧 對 而且那隻貴怪手也不好 不好 不好 而且要去煮嘛 對 因為做一隻怪手很貴 對 那拍電影 而且那不是隨便有辦法 開這種怪手的 對 那種駕駛是要另外的 也要另外聽 對 怪手要另外聽 對 我猜他可能是開怪手的 他可能是開怪手的 把車子完全把它倒毀了 對 車頂啊 什麼引擎蓋 全毀 這輛車完了 暴廢了 那治委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畫面是不是 他在砸這個車的時候 還有人在拉他 在勸他不要這樣對不對 原本很多人看到以為是說 哇 這誰 剛聽到人家的他家的門口 然後可能也沒有留電話 結果屋主起屁面 直接砸車這樣 是 大部分人會這樣想 就搞半天是怎樣呢 夫妻吵架 夫妻吵架 對 然後這個拿開怪車去砸車的人 他砸的是自己的車 自殘 這個叫自殘 那這個事情因為發生在龍潭 那後來本來以為是這樣就報警 後來才發現說原來開這個怪車的人 就是車子的主人 而且鄭大哥你知道嗎 他本來不是開白色的這臺房車 對 他本來是開一台綠色的吉普車 可能想說吉普車比較難破壞 或是吉普車 想一想這個是自己最喜歡的 再換白色的來 那他停的這個門口 那個房子是他的太太的娘家 那你這樣懂了 一定是夫妻吵架 然後呢 老婆在娘家不願意回家 那老公就是要來找他回家 你不要回家是不是 我覺得啦 那因為他被警方勸阻 不要在砸車的時候 他是有喝酒的 一吹零點三四 那你想想看 我是不知道怪車喝了酒開 算不算酒駕 應該也算吧 怪車也是一個車嘛 但是他砸他自己的車 有沒有犯罪 應該沒有 他自己的車 黃衣怎麼用 所以現在警方就是以酒駕 來把他那個含送 但是為什麼這對夫妻吵架 這個老公要把自己的車砸毀 我個人認為他應該是開怪手的 會開怪手的工人 對 然後 應該會開怪手 去砸對方的車 怎麼砸自己的車 他覺得搞不好那個車子 是他老婆買的 會不會 或者是平常是他老婆在開 也有可能 因為你剛才說 他還有另外一台吉姆車 對 那可能老婆開了這台車 然後回娘家嘛 又不回去 老公開屁民直接就是 直接開怪手 破壞了 有點像這樣 就那種暴力 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我們以前都很保守 現在看到那種像那種什麼 電動玩具 那個電 就是殺了殺去有沒有 跟朋友說那個會造成 那種心理上的一些比較暴力 對 我覺得這有關係 以前我們沒這些東西 都比較很溫柔這樣 忍耐忍耐 以前的女孩子 女性都很 男性也是 都比較不會有暴力傾向 你看現在走路也沒有事情 都會被控制 這種事情 我是覺得這種差很多 有人說這是 男人的民主 完結嘛 對不對 要稍微比較有格局 對 要撞自己的車 不是 我在想 他一定是被擊倒了 因為通常我們看男女在吵架的時候 就是兩個都氣焉膏 這樣的時候 我們常看到 男人要打女人 你打 你不正 你是傲小 就是怕女生會這樣罵男人 你還是個男人嗎 對啊 你有種的打我 對 對 你打 你打 男人真的把他打下去 你竟然打我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猜測 有可能是老婆跟老公吵架 因為那台車都是他的 他本來是開了吉普車去停 後來又換白車 應該是吵架啦 老婆可能跟他激將說 對 有種你去砸車 砸野車 你如果敢把你的車 男人就去撞他 對 或是說可能跟人有關係 人有關係嘛 就是男人就是不能被擊 是 只要被擊了黃湯下肚之後 你叫我 你認為我不敢做的事 你爬就做給你看 那你被擊過嗎 我一定有被擊過 當然啊 你有下手嗎 沒有 我當然不會打啦 被擊就是那一種說 就是你有種出去就不要回來 那我們那天就不要回來 那一天不要回來 對 後天再回來就好了 OK 你真的那一天沒回來 有 我那天去住汽車旅館 OK 男人被擊 對 呂醫師 你有找不到位 有 兩個孩子 你覺得去被擊過嗎 我 剛結婚的時候總是會吵架 而且這還在過年的時候 就真的是發現就開著車 然後就到處晃這樣子 很晚才回家 對啊 是怎樣 是否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是有那個 就是可能小孩的問題 就是小孩剛出生 然後就是太太可能有點慘後憂鬱 然後或者是就是要顧小孩 然後晚上都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然後就是可能我那點工作也累 回家老頭就睡 所以老頭就覺得小孩是兩個人一起生的 可能你白天工作忙 所以說晚上多少也要分擔一下 可能就覺得我白天都很累了 然後晚上就真的睡到沒聽到 然後所以他就 但是他就覺得 他都可以聽到我怎麼聽不到 這樣 反正就是很多人做這種小事 然後就最後就吵了一架 不過後來就是我們的岳母 我媽媽都出來 還跳出來幫我們和解這樣 然後最後才和平落幕 所以你是被老婆說 你那你就出去啊 你不顧小孩你就出去 他又沒有機你 機你 對啊 但是我老婆也是氣頭上 那我就想說 你是男人 你就跟我睡 好喔 那他怎麼接你 他就真的就是把門鎖起來這樣子 所以我這也是有些地雷 就是人家鎖我門 就是他說你不讓我進去 我就乾脆就不要回家這樣子 他門鎖起來不讓你進去 對... 可是我覺得鎖門真的滿傷的 你車開出去 對... 自己出去洗一枚嗎 對 又繞一繞 然後又繞到半夜 然後後來就是 他氣消了 對 就長輩出來眷河 然後就還是跑回來這樣子 對 那邊就不要回來了 不夠免... 這樣讓你沒看出來了 沒地方好去 你怎麼沒地方好去 也不是啦 就是 就在車上繞一繞去 我還是想說就是 太太跟小孩都在家裡 對... 等一下又有什麼事情 漏票還在人家手上 對... 漏票 漏票 小孩啊 漏票都還在手上 他們太太也疼小孩啊 你如果真的讓太太覺得說 你有種你不要回來 那你要去哪裡 就是開著車子到處 你不是有很多病人嗎 回醫院 去外救診 出外救診 這種家丑不要外揚比較好 家丑不要外揚比較好 家丑在醫院就會... 病人可能就是每次看病 就會吸落你一下 你有看... 你是泌尿科嗎 對... 主要是看男人嘛 是不是 對 大部分是男生 大部分是男生 男生是不是特別愛面子 對 其實我覺得男生 可能從年輕 二三十歲到七八十歲都有 這個愛面子的點 像七八十歲的老先生 他們就是大部分是 攝護腺肥皂的問題 例如說他跟太太一起來看 然後我們都問他說 你會不會尿不乾淨 晚上起來上廁所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這個時候 他太太就會在旁邊吐槽說 哪有你半夜都一直起來上廁所 害我睡不著覺這樣子 就男生就會不承認 嘴巴吐槽 對 他就會不承認說自己已經開始 那個不行了這樣子 那所以說就我們用 就幫他做一些處理 做一些新式的手術 幫他處理好 然後他們也都很開心 那像年輕人 尤其是像這種剛上大學的 他們常常會來割包皮 那他們大部分是想要帶那個 想說以後要交女朋友 想要有好好表現這樣子 那有些甚至會想要來做 那個陰莖增大術 現在就有一些新的手術房子 可以讓你的陰莖 更大更粗這樣子 講詳細一點 自尾要聽 不用 我不用啦 我不用啦 五十歲了 不用啦 自尾你 你沒需要 我也要聽一下 教一下 教一下 等一下繼續說好不好 先休息 先休息